我們一起學了這麼多料理 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明珠都可以做料理的話 大家一定都可以來挑戰看看 今天要來做這一道菜 也算是一道功夫菜 它真正的功夫是在它的前製作業 我們就是要來做這個老菜補雞湯 接下來帶大家來認識我們今天的食材 第一個 露雞布給童的話一定有這個露雞布 這個露雞布以前人生活比較貫苦的時候 會把它醃製起來 送給女兒做嫁妝 那當然它會越沉越香 越沉越成為是客家的黑金了 除了這個露雞布以外 就是我們今天新的詞 就是這個雞腿 叫做椰壁 椰壁 露雞布把它切小塊一點 放下去把它燉出味道 時間等久了就OK了 所以其實這個越成年的露雞布 越難買到 它真的是客家人的寶貝喔 好 我們接下來就把它放下去煮囉 不能放太多喔 因為它一點點就很有味道了 不然味道會太重太鹹喔 接下來我就要把我們這個椰壁放到 我們現在要學的新的單子就是鍋子 鍋子的客家話就是 我要把椰壁放到裡面去囉 等待的時間 教大家講一句客家話喔 就是用鍋子燉雞湯方便又簡單 用鍋子燉雞湯 你天又簡單 用鍋子燉雞湯 尊敬你天又簡單 一下下就OK囉 哈囉 各位朋友們 這個老菜捕啊 真的是客家人的一個黑金智慧的延續 當然囉 今天一樣認識了許多新的詞 我們一起來複習一次喔 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 第三個我們來學一整句話 來看到這句話就是 用鍋子燉雞湯方便又簡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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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這樣都有學會了嗎 下一次自己動手做做看吧 下次見 拜拜